來 左邊聽一聽 右邊不要停 道指釐 今天我們就去玩這個記憶的怪物Beat again 首先先為大家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哥哥為了救我 然後自己造成受傷跟失憶這個部分 加上哥哥學校最近爆發了踢球故意傷人的事件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跟著哥哥去探討這個事情的發生這樣子 這時候我們下了公車然後到這個素食店 哥哥跟某人好像有約 靜電之後哥哥四周張望像是在尋找著誰 嗯 是誰 一下夾著拐杖哥哥僵硬的舉起手 然後坐在邊邊角角的一個頭戴鴨石帽的少年穿著外套 就是感覺很猥瑣的裝扮的少年打張呼 或是叫你杜姓少年比較合適 自己很快就能猜到這個少年是何許人物 哦 哦 這就是那個FB發社團PO文說我傷人 但是我是被指使的那個 哥哥哥擅自的介紹彼此 然後我自己先點頭打來聲招呼 然後對方的臉被這個帽子遮住了 雖然看不清楚但是覺得非常的頹上 嗯 要吃什麼我去點 中暑跟可樂 中暑跟可樂 聲音怎麼那麼低啊 氣氛還是不太開朗 我了解體育寶送生的處境 我 為什麼方教練讓你弄那個人 哥哥的口氣一點也沒有客套的意思 好像是非常聊些這個隊伍內部的操作的動作 果然是 因為教練他 他就不爽那傢伙一直跟裁判抗議我們之前幾次故意辦他 但裁判都沒有看到 那場主判是黃嘉玲還是霍婷 黃 那就是方教練那夥的 圈子裡誰不知道 哦 的確 一般學生不會知道這種事呢 嗯 這 真的嗎 好黑哦 跟蹤耶 我可是變態是吧 跟蹤 那個 為什麼 這個杜泉海的嘴髒得大大了 要吃什麼是不是 因為 我最討厭那種 把小孩當笨蛋的大人呢 啊 哥哥超變態的啊 哥露出了這個自己已經看習慣了完美笑容 有點邪惡 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真想知道誰跟誰有交情 除非完全不使用社群網站 就算不用親自去跟也能知道 不過我是務實派的 總是要眼見為憑 不然亂誣賴人也不好 哥哥的態度很光明正大 一本震驚耶 但是就是感覺有點邪惡 這 這樣啊 兔泉海縮了一下脖子 然後動作裡面帶了一絲的畏懼 自己完全能理解這種感覺 那個氣勢太強了 教練是用什麼方式指使你去攻擊對方選手 就 就跟之前差不多 啊 從以前就開始做這個肮脏的事情 就 用下巴示意 然後翻過拇指往下指 有其他人看到嗎 在附近的隊友 應該有看到吧 為什麼要問這個 幫你找找潛在證人 免得到時候 教練被問的時候 全推到你一個人身上 哥哥要幫他要幫他 可是那種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才對 又不是只有我這樣幹過 不聽話的人 下一場就沒有辦法出場 我是被強迫的 如果不聽教練的話就沒有辦法出場 太黑暗了吧這個 柏林圍牆倒塌後 之前負責監視圍牆 狙擊企圖穿越圍牆逃亡者的士兵 遭到審判 士兵辯解 我只是接受了上級命令開槍而已 法官說 你雖然接受命令 人就可以將槍口抬高一點 喔就是說上級的命令是不合理的 你可以選擇稍微避開 你可以避開致命的這個傷點 是不是啊 學長頭腦真好 竟講我聽不懂的東西 反正我就只是個會踢球的笨蛋 教練說什麼 球員就做什麼 難道錯了嗎 杜群海這時候的語氣非常的怨恨 職業球團其實經常在換教練 雖然利益掛帥是原因之一 但球員的意見也是很重要的參考依據 把教練弄下來並不是不可能的 喔 當時雖然我沒有進行檯面上的強烈抗議 但實際操作時 的確是有很多時候回背了不當的指示 我做了自己範圍內能做到的抵抗 喔就是可能教練叫哥哥要做肮脏的事 然後哥哥就是 只有乍看之下做一些擦邊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最後才搞到只能做板凳不是嗎 啊哥哥 喔哥哥不聽話怎能做板凳 比起毀掉其他選手的人生 我那張板凳做起來心安理得 喔又說回來 如果像杜姓少年這樣優秀的隊員們 都無視那樣的暗示 難道教練要把所有主力都換下場嗎 到時候成績難看 受到校方高層責備的是他喔 現在說那些又有什麼用 反正 反正我的人生已經完蛋了 杜群還抱著頭 手指掐著這個帽子的邊緣上 抖個不停 剛才瞬間的強勢是虛的 彷彿長大的氣球 輕輕搓下去就會破裂 求救的訊號 你運氣真好啊學長 早早因傷退出球隊 不然這把火會不會燒到其他人身上 還很難說呢 所以裡面的細節哥哥有做嗎 好死刑確定判死刑 冷靜是你的薯條 眼睛不要發射死光 什麼噴射死光 哦 會害怕 哥哥好凶喔好喜欢喔 哥的声音实在是太过冰冷 但是我就是喜欢好不好 没有我在塞嘴 塞嘴这个筛薯条的动作 记者爱拍就让他们拍 你帽子口罩戴好也要胜于我 被问到要不要道歉 就回答现在非常后悔 被问到是不是教练暗示你这么做 你就说是 嗯 有点算甩锅吗 是吗 接下来会被追问是否指控教练的违规行为 就继续顶头说是 然后反复强调 虽然是受到教练指使 但实际去做的你也有责任 很后悔 想亲自对受伤的队友道歉 这样是最好的 承认道歉然后但是会把说 球团里面的毛病给揪出来 不只自己 其他队上的人也很可怜 为了得到出场机会 只得服从教练的指示 希望大家帮忙救球队 不可以让这种教练继续妄为 哥哥态度就像老练而冷漠的公关 滔滔不绝的 瞎掰 这 其实 我 但将一来 我们的球队就 会瓦解吗 秋讯跟冬季选拔 那给死定了吧 恶魔般的微笑 不要因为学长退社 就觉得事不关己 那些每天努力练习的人该 每天努力练习 成为伤害罪的预备军吗 哦 激烈的碰撞 这个全海哥哥张着嘴 像是没看过哥哥 用这么严厉的言语在说话 哦 很强势 我自己其实也是 你去把路人的脚踏碎踢看看 一定马上就被警察抓走 因为这是在球场上 被视为可能的运动伤害 才比较容易被原谅 事情会演变到这个地步 是社团内所有人的责任 即使没有大声反对 态度的示意 也必须做出来 积极同意 当然是错的 保持沉默的家伙 也算盖了半张同意票 我 不觉得这些人 包括你 是真心喜欢足球 有点在谴责的意思 为了上场踢球 所以能够做任何事 不要开玩笑了 正是因为喜欢 才必须要意识到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杜鹊啊 这个嘴巴在这个颤抖着 整个人没有力气 没有特别抵抗的 爆出先发球员的名单 接着哥哥的举动 超出欲料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 掏出了这个 全足球员的这个通讯录 我以为偷做什么 不是经理才有 不要忘记我前女友是谁 哥哥前女友 哥哥皮笑肉不笑地 勾动着这个嘴角 然后按着通讯录上的 号码 拨打的手机 与话头另外一头的人对话 然后两个人吃惊无比 哥哥竟然开始说服当天出赛的球员们 陪着杜鹊一起去医院道歉 当然其中有一些不愿意的 但是哥哥展现了高超的腾话技巧 软硬兼施 非常的牛批 对于这个球员主要的诱因是 如果口制一进的话 就可以把大多数的责任推到教练的陶卡定 但是这个社会的这个言论可能会导向 队员其实也是受害者的一方 OK 身为前队长 我自然是正在你这边的 我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最该负责的 当然是方教练 是是的是的 是的 全海把一切都跟我说了 过去我也是队上的成员 感同身受啊 现在是足球队团结一致的时刻 要是方教练推说不知道 你们全部都要完蛋 现在网友已经在搜过去比赛的录影 真的耶 就是因为教练他没有出场 犯规人都是队员啊 球员那怎么办 现在想起来哥哥好像 从以前就很会应付大人 说什么呢 我早就想扳倒那个人了 这种得来不易的机会 怎好放过 而且 这是我能替这支队伍 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好感伤 我们回家了 晚间梳洗完毕 千层听到客亲 有歪为的电视声 之前一代意识到 可能是哥哥在观看赛斯 所以我的脚步就会停下来 但是现在完全没有想要逃避的念头 我很普通的就进入了这个客厅 千层坐在这个沙方上 电视上转播并非足球 而是女子亚运 嗯 你喜欢女色的吗 哥哥 嗯 但千层的目光并没有看着荧幕 而是盯着自己的 啊 我们要握力气了 的双手 你身上的味道好好闻啊 嗯 嗯 嗯 普普普普通通的洗把筋而已啊 而且我们用的是同一罐吧 你知道那种 想把脸埋进动物肚子的心情吗 成就像小动物一样 如果能够在需要的时候 变成像毛怪那样就好了 嗯 那么知道我有些地方像毛怪 反正科技都已经发展出 像是复制人那种东西了 变成毛怪 应该轻而易举才是 虽然 也不是现在才发现的事 但是哥哥的 有时候的发言真的很变态 现在的城对我来说 只是个可爱的少年 所以完全没有罪恶感哦 请为了我 变成毛怪 他这个毛怪应该是指那种猫咪那种 毛茸茸的那种东西吧 嗯 明天就去拜托开发小开心的城中集团 也开发小毛怪吧 小开心到底是什么 比起取代死人这种可疑的研究项目 毛怪的生态研究 更促进人类社会福祉的增进 请不要用这么诚恳的表情 拜托这种事情啊 城中集团会觉得很困扰啦 发出这种声音也没有用 也不是不能让哥哥对我撒娇一下 像是那个把头埋在这个肚子上之类的 虽然没有毛也没有肉就是嗯 就这么办啊 不要 好硬 这什么只能感觉到骨头的酷刑啊 身为实用者 我强烈要求改善 什么很硬 别强人所难好不好 吃胖点不会 好 明天起 你所有便当盒内的肉类 全部换成五花肉 其实我太瘦了 可是我就是一个瘦啊 嗯 助手啦 变胖的话就跑不快 我可是那个 要带领国家 博 博到世界冠军的 预定啦 这次很清楚知道 哥哥不会因为他 放弃足球而开心 但是会因为自己 全力去做喜欢的事情 而感到开心 梦想还是大一点的好啊 哥哥还是粗 在那之前 去抽讯哦 哦 我知道啦 我会去拜托教练 让我重新归队的 还有冬季选袍 好啊 会赢会赢 大概吧 那么 为了让城更有动力 往后你出场的比赛 每输一场 就要连喝七天 那个营养补品 哼哼哼 不要啦 也也是有责任归属的问题好吗 绝对不是逃避的表现 而是战略性的撤退 您的话 可以跟我约会一整天 啊 嗯 嗯 讨厌约会吗 嗯 嗯 去看电影 去游乐园 或者去看棒球 跟自己的弟弟约会 又没有什么好处 不是真的想 讲这种烂理由 但是也不确定自己 要说什么 是跟可爱的孩子约会哦 硬要说的话 只是凑巧 好像大概 是我弟而已 可不可以爱先放一边啊 就是你弟没有错 还大概呢 货真价实的弟弟 就算忘记了 户口名簿上也有写 而且那个 约会的话跟 女孩子会比较好吧 我并没有非常均逆性别 但可不可爱 很重要 哼 一般会用不寒而栗的形容女朋友嘛 那为什么分手了 哼 想知道 以前的哥哥什么都不太讲 虽然大家都觉得说我们感情好像很好什么 但是实际上又不是这样子 我什么都不知道 女朋友的事情膝盖会痛的事情 跟其他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都是有不能说的秘密啦 可是哥哥在以前的球队待的时候 应该会有很多烦恼 可是都自己去解决 就算想帮忙我也没办法帮你的感觉 所以呢 我的确是不肯告的弟弟没有错 但是我我好歹也算是最亲的人 嗯 抱歉啊 不过 我应该是为了耍帅 所以才没有说到 关于脚伤的事 啊 啊 想一直维持帅气的哥哥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成过去也是这么看我的才对 为了不使这样的好形象消失 所以假装一切正常 什么都没有改变 是我让哥哥感到压力吗 大概没有人会因为被崇拜而不高兴的 不如说那样的感觉好得不得了 神或多或少都会那样的不是吗 明明在场上已经跑得很累 腿都开始抖了 但往观众席看去 发现有观众努力呐喊加油 又往休息区一看 没能上场的球员们 双手握拳也在死命打气 无论如何 都要再撑一下 撑住 我 撑的期待并没有错 我只是无法继续维持那种水准了而已 哥哥将手伸过来贴网记忆的脸上 而自己伸手握住那个手腕 哥哥不是最优秀的也没有关系啊 就算不是最优秀的也会继续喜欢我吗 嗯 嗯嗯嗯嗯嗯 所以赢了比赛的奖励是约会 就没什么好抗议了吧 嘿嘿 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啊 不是说喜欢我吗 是喜欢没有错啊 可是那 那个 喜欢是那种让心跳跳的很快 对 从回想过哥哥变得不像哥哥的一天 仿佛别的生物说着 让他的脸发烫 嗯嗯嗯 脑内膨胀 把视线转过去 望见哥哥露出 嘿嘿嘿 挑衅笑容啊 嗯嗯 小坏坏 不满的 猙獰的起眉 却低下头 用力往那可恨的嘴角上 啃下 哥哥哥 谢谢你喜欢我 这是由哥哥主动将唇贴过来 比想象中甜美 比想象中温暖 彼此的吐息碰撞 有时候感到指尖的颤抖 神经末端变得无比的敏锐 这样的行为仿佛就像对自己的一种肯定的仪式 不是解脱 无法放下 请订阅 道工 咱们 联系 参加 请订阅 道工 收视 开 成 尼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